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投资最容易的频道 又来到美元定期存款比较,5月份 要看美元定期存款,当然我们要看联储局何时会减息 市场现在预期,联储局最快减息的时间 大家会看到,在图里面,9月和11月 减一次息的几率是45.6%和43.1% 按照现在的预测,即使去到年底12月18日 最后一次的议息会议,市场预期仍然维持减一次息的 有34.6%而减两次的就33.9% 当然联储局如何去考虑加息还是减息 主要会看三个数据,其中一个 Consumer Price Index,大家都知道了,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大家看看对上四次 出来的结果比预期都是高的 而同时大家会看到,最近五个月都没有跌穿3% 全部都是3%以上 暂时看,应该都会在这段时间维持了 下一次将会是5月15日公布结果 我们到时看看会是什么的数据 第二项数据,Core的PCE 个人核心消费支出指数 看回上一个月,4月26日公布的结果是2.8% 比原本预期2.6%还高了0.2% 而同时大家会看到了 对上三个月都是维持在2.8% 很明显现在真的跌不下了 站在这些位置不想不下 第三项就是PPI Producer Price Index 生产者物价指数 上一个月4月11日公布的结果是2.1% 虽然比预期2.2%低了0.1% 但大家看到了,好像有一个反弹的迹象 这三个表其实都指向一件事 就是现在距离目标通胀率2% 好像仍然未做到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看 最新的美国国债的息率 3个月5.39% 6个月5.36% 12个月5.12% 普遍来说,一年以下都是5厘以上 话虽如此,前两天刚刚公布了 最新的飞龙热新增职位 由3月份315,000个 下跌到175,000个职位 除此之外,失业率也稍稍上升 由上一个月3.8% 升了1%到3.9% 而每个小时平均工资 增长速度也减慢到0.2% 就着这几样的数据 标普500指数就映升反弹 因为市场预期 有个这么差的数据 会不会加速今年减息的步伐呢? 有了美元息率的基本概念资料 我们现在看看 最新银行美元定期存款的息率 别走开了 第一间,工人亚洲 全新资金定期存款 推广期由5月2日到5月31日 如果你是理财金客户 存款金額美元10万到美元50万以下 38日4离2 98日5离2 188日4离8 如果你是理财金、理财医时代 或者综合客户 美元存款15,000元或以上 38日4离1 98日5离1 188日4离7 大家看回了 大概3个月都过5离 都很不错 另外,如果是一般 网上定期存款优惠 美元定期存款 15,000元到10万以下 3个月4离6 6个月4离5 12个月4离4 依时代或者综合客户 美元存款15,000元或以上 3个月4离6 6个月4离5 12个月都是4离4 大家如果有看港元定期存款的影片 就发现了美元定期存款 和港元越来越大了的差距 已经接近1离或以上 第二间 汇丰银行 美元新资金定期存款优惠 最低存款金额 2,000美元或以上 如果你是汇丰卓月理财 专上客户 3个月6个月4离 12个月3离6 如果你是汇丰1 最低存款金额 2,000美元或以上 3个月6个月3离7 12个月3离3 大家要留意 它最新的update 都只是3月21日 应该很快会有新的回率 第三间 中人香港 新资金特优定期存款 美元3个月3离8 6个月都是3离8 22个月有3离5 最低存款金额 美元1,000元或以上 大行的定期存款 都不太好 小的都高很多 第四间 City 全新客户定期存款优惠 美元最高可以高达4.6% 当然它有两个条款 一个是视乎你开户口的级数 第二就是存款的金额 长程要看它的条款和指引 第五间 大众银行香港 美元定期存款 3个月4离9 6个月4离6 12个月4离3 第六间 富邦银行 校户经富邦plus 手机应用程式 以合资格新资金 开立指定定期存款 就可以享特优年利率 美元3个月5离2 6个月4离8 12个月4离7 存款金额美元3万或以上 一如以往 富邦银行的定期利息相对比较高 如果是现有资金 美元定期3个月5离1 6个月4离7 12个月4离6 存款金额等值港币100万或以上 最后如果落分行开立定期存款 美元定期等值港币100万或以上 3个月4离9 6个月4离5 12个月4离4 大家会发现很多都要新资金 所以基本上有2、3间银行 保持住每2、3个月 或者每半年就转一次 那你的资金就可以变成新资金了 如果大家已经有富邦银行户口 可能想多开一张Visa卡 那你就可以看看以下的优惠 是否合你了 由即日起到5月31日 下午6点期间 全新富邦Visa白金卡客户 透过投资最容易专属连结 经MoneyHero成功申请 指定信用卡及交表 并且 在7月31日或之前 成功获批申请的信用卡 就可以获得 MoneyHero限时独家奖赏 包括有 Delsie 27吋 前揭式可擴充四轮行李箱 或者Studio 无线音箱 或者700元Apple Store礼品卡 或者700元韦罕現金券 四选其一 优惠受条款及细质约束 大家如果有需要 可以在资讯栏中 看相关的连结和内容 继续来到大行 第七间 恒新银行 美元新资金定期存款 优越私人理财 优越理财 或者优俊理财 在网上理财方面 利息一样 存款期 一个月 五厘 三个月 四厘四 六个月 四厘二 如果一个月有五厘相当不错 如果你是分行 或者电话理财 就会有少少分别 一般会低0.1%到0.2%不等 存款金额 需要美元2000或以上 好,来到第八间 渣打银行 由即日起到5月31日 透过SC Mobile App 或网上理财 以新资金开立定期存款 就有以下特别连离率 存款金额 美元2000或以上 三个月 六个月 都是4厘二 十二个月 三厘九 第九间 中国建设银行 亚洲继续它的 月月珍惜储蓄户口 由即日起到5月16日 客户成功开立 月月珍惜储蓄户口 和登记月月珍惜优惠 并于存款期内 存入资金 就可以在以下连离率 美元最低存款金额 一万元或以上 第一个月 优惠年离率 3.5% 第二个月 4% 第三个月 4.5% 而第四个月 就会有5% 第十间 升展银行 DBS 新资金 存款金额 美元6000或以上 三个月 四厘六 六个月 四厘五五 十二个月 四厘 如果是现有资金 一样会有 定期存款优惠 三个月 四厘五五 六个月 四厘五 十二个月 三厘九五 会低0.05% 如果不想做银行 可以考虑做 證券行 Interactive Brokers 营透證券 客户 现在即时可以用的 现金余额 最高获得 4.83% 美元利息 利息这个数 首先 你要有 美国参考指标利率 现在是 5.33% 而你 头一万美元或以下 是没有利息的 一万美元以上 就会有 刚才指标利率 减0.5% 因此之故 就会有 4.83% 给个实际例子 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的净资产 是三十万美元 头一万美元 是没有利率的 另外 29万 是4.83% 拉均 就会有 4.669% 差不多4.7% 如果你的资产 去到100万美元 同样 头一万美元 是没有利息的 另外 99万美元 就会有 最终 混合利率 就会有 4.782% 当然 如果你平时炒开美股 有时又没有心水 买了股票 放在这里 这样也收到利息 如果你的金额够大 放在这里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资讯栏有专属连结 大家有需要 可以按进去看看 第十二间 东亚银行 以指定金额的 合资格 新资金结余 开立定期存款 就有以下年利率 如果你是 至尊利财客户 三个月 四厘八 六个月 四厘四五 十二个月 四厘一五 存款金额 元币 1000元 或以上 这个和梅峰银行有点似 他4月2日更新完资料 现在还未更新 可能很短时间会再更新 大家如果在东亚银行 就要留意 第十三间 招商永龙银行 美元定期存款 美元1000-5万以下 三个月 三厘九 六个月 三厘九 十二个月 三厘八 如果银码大些 他的利率会很好的 如果去到美元50万或以上 三个月 四厘六 六个月 四厘六 十二个月 四厘五 第十四间 中信银行国际 这个要和大家分享 因为他利息差不多最高 但是他很差 通常只是月底做几日 例如这个 好像上个月的 四月二十二日公布 去到四月三十日就完 以上一期为例 他总共有四款不同的户口 如果你是City Diamond客户 美元10000或以上 做三个月定期 五厘二 六个月 四厘九五 十二个月 四厘七 如果是City First客户 三个月一样都有五厘一五 六个月四厘九 十二个月四厘六五 如果你是一般客户的 三个月都有五厘一 相当不错 如果你上到最高的 私人银行客户 三个月到五厘二三 真的不错 如果大家未开户口 可以考虑开户口 赚下它的息率 还有还有优惠的 如果你本身有不资金 放在这里都是做定期 暂时未有其他东西投资 可以考虑开个新户口 由即日起到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六点 透过投资最容易 专属连结 经Money Hero指定推广 经Emotion动感银行 成功开立City First客户 并且在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 传入港币一百万或以上的 合资格新资金 另外 维持这个资金去到十一月三十日 就可以获得 限时独家奖赏了 包括有 十八支单湾区电子酒柜 或者 二式早餐复古系列半自动咖啡机 或者Sony 5.1星度家庭影院 或者 港币1600元Apple Store礼品卡 或者 港币1600元维康超市礼券 想了解优惠详情 请参与条款和细质 第十五间 大新银行 美元定期存款优惠 如果是存款金额 港元二十万到五十万以下 三个月四来八 六个月四来四 十二个月三来七 如果你是大眼效户上到五百万或以上 三个月五来 六个月四来六 十二个月三来九 同样地 如果你是用港元对美元同时间开立 美元定期存款户口 一样享有三个月五来十二个月三来九 和大家看了十五间银行美元定期存款 现在做了个表 和大家做了个总结 最上面 美国国债 大家看到三个月六个月 和十二个月的利率 下面就是各家银行可以提供到的利率 每一个期数 比较高利息的 头三间 我都和大家降低了 大家可以参考 另外大家会看到 美元定期存款的利息 和美国国债的息率差距 未至于港币那么大 港元定期存款的息率 真的差很远 一来几都有多 大家如果有需要 可以按停看看 这一集 说到这里 美元定期存款 下一个月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